男星唐宇哲因出演电视剧终极一般而收获超高人气 他于2019年和演员苏小轩传出热恋消息 日前也在录纵披荆斩棘现场 向女友求婚成功 收获大批网友祝福 没想到喜讯传出没多久 近日他就在采访中无预警承认 和前女友育有一个11岁的儿子 唐宇哲在受访时透露 11年前和当时的女友未婚生下一个孩子 两人讨论后决定共同抚养 大赞小孩很聪明很善良 不过如今已经和前女友分开 他强调双方在相处过程中逐渐发现 两人性格不合适 自己当时也做得不够好 最后才会选择分手 唐宇哲也表示和苏小轩在交往前 就已经向对方坦诚此事 但经过相处沟通之后 两人仍决定在一起 因此非常感谢老婆的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